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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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吃啊 吃啊 就是为了向你证明 就是为了向你证明 其实我也可以做一个好的大厨 你不用担心我的实力 你想证明你的能力 你想要当厨子取代我的位子 好啊 要就拿去 我走可以了吧 我本身就躲得远远的 就要不要让你看了 我本身就躲得远远的 我本身就躲得远远的 就不要让我看了 好啊 好了 好了好了 不用了 不用了 刚才真是吓死我了 我吓死你了 你还敢讲啊 你过马路怎么不开路呢 会危险你知不知道 你干嘛对我那么凶 还不是因为你 我们一起做的港式正义 你干嘛不来吃 害我要出来找你 那是因为今天是我的最后一天啊 我才不想吃健行饭的 谁说是最后一天啦 如果你敢走 这个月的薪水我一毛都不给你 我才不稀罕咧 我只不过有一样最重要的东西 最珍贵的 我不想失去 是我耶 想得美 不是耶 是你爷爷的菜谱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那你有看过这么可爱的鹅浪狗吗 可爱的狗 这几天都睡哪里了 哎呦哎呦 我这几天啊 每天都工作到好晚才回去 早上又好早就出门 我真的是又可爱又可怜 真是受不了你 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对我大呼小叫 无理取闹了 是因为我妈咪对你说的那些话 Oh no 我说真的哦 我真的没有怪老板娘的意思 那是我 那是我自卑啦 在我眼里 你是一个不愁吃穿的公主 我只是你们家的伙计 我配不上你 我不是什么公主 知道啦 餐厅快要关门了 所以你在讽刺我 我哪有讽刺你啊 我是真的没钱没房没车嘛 你跟着我会很辛苦的 我也什么都没有啊 房子是奶奶的 车是妈咪的 我有什么 我拜菜是为师 也是为了要学好厨艺 我现在跟你平起平坐 你不能再说我再利用你 那要是你们家餐厅真的关门了 你要去哪里当厨师啊 我想过了 如果真的关门 我们可以找别的地方 开个小餐厅 继续把爷爷的料理 传承下去 那要是找不到好的地方呢 找不到啊 那去咖啡店租个摊位好了 反正这一切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愿不愿意和我从头开始 我还签你们家一万块 我也不能说不吧 你也知道啊 我们借你钱 连借据都没叫你签 你还想一走两只 那我们赶快去你家签借据 我一定会全部还给你们的 签借据哪够啊 我要你签 卖生气 哇 你该不会笑我入罪吧 哎呦 这样我亏大了 签不签 不签 签不签 不签 很痛啊 因为你受伤的 你签不签 啊我签 美人比你啊 嗯 我只是扭伤了脚 又不是断了脚 你干嘛要背我啊 我心甘情愿背的 还有呢 我不辞职了 我心甘情愿跟你一起打工 还有呢 我心甘情愿跟你一起参加比赛 你是主厨 我是你的助手 还有呢 从今天开始 你说往东 我就不往西 以免回不了家 各位 下个礼拜呢 我们人气餐厅大比拼的节目录影呢 就要开始了 所有参加的时间餐厅的次序 我们已经抽出来了 今天的会议呢 主要是要请蔡氏先生呢 跟我们讲解一下 比赛的细节 之前我们已经讨论过 节目会分两个部分来进行 第一个部分就是 每家餐厅亮出他们的招牌菜 第二个部分最重要 那就是全方位料理大比拼 你之前说过 要我们准备食材和配料 那到底比赛的规则是怎么样的 我们会准备两份主要的食材 还有大量的配菜 还有调味料 让他们去选择 不过主要的食材呢 是以抽签的方式来决定的 当双方选定了材料之后 双方都会有一次的机会 可以拿走对手的一种配料 你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要考一考 参赛的朋友 有没有灵活的头脑 还有临场应变的能力 比如我选择红酒烧牛舌 如果对手拿走了我的红酒的话 那我这道菜就做不成了 这个时候我就必须领场应变 选择其他的配料 来取代这个红酒 或者是改变菜单 比如乳牛舌 那不就是整人比赛吗 如果要煮咖喱鱼头 被拿走咖喱 那做什么鱼头 砂锅鱼头 老蔡 我就是要做整人的节目 它比一般那些烹饪比赛 都要来得好玩 就这么决定 第一次参加录影的是哪两家餐厅 是五星级酒店的 阿波罗西餐厅 还有查理先生的餐厅 干杯 干杯 你喝看 好吗 等一下我们要去哪里吃饭了 你喜欢去哪里 三门 姐 你找我干嘛 我可没有空陪你吃饭 你最近到底是怎么了 干嘛老是发大少爷脾气 你却整天跟这个女人混在一起 我们在谈恋爱 为什么不能天天在一起啊 我有事情要跟我弟谈 请你让开 Tressy啊 你先回去房休息吧 嗯 爹地妈咪不是要我早点 叫女朋友结婚吗 我现在正在享受恋爱的过程 请你不要打扰我 管好你自己吧 你是不是受了云南的刺激 所以性情大变 难道你真的喜欢这个拜金女吗 你现在变成管家婆了 爹地都没有管我 我已经跟她说了 今天要陪Tracy 她明天就要飞了 飞 她飞上西天我都不管 我有件事情要你帮忙 是关于查理先生的 你要我怎么帮查理先生 公司的事情 不是一直都是你在处理的吗 那你可不可以去准备一份 查理先生的租约 拿给爹地签名 之后呢 我们在一起送去给飞飞阿姨他们 这样子事情不是解决了吗 姐 你实在是太幼稚了 我只负责M&B餐厅的业务 怎么立足约 再说查理先生已经是妈咪名下了 没有妈咪点头的话 查理先生根本就不可能续约 难道你忍心看查理先生就关门吗 这样子云南他们一家人以后怎么办 如果是以前 我可能比你还紧张 可是现在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你对云南死心了 是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 你不要跟我说你不知道 高明俊才是他的真命天子 难道你真的认为 你会输给那个高明俊吗 只要云南一天没结婚 你还是有机会的 你没有看到云南那天是怎么对我的 我心里本来还拥有一个幸福的玻璃球 现在已经掉到了地上 变成了碎片 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完美的幸福 要是玻璃球打碎了 那你就去捡 问题只是在于有的人捡得多 有的人捡得少 够了 我就是那个什么都没有捡到 还弄得一身伤痕的人 Simon 或许在缘分方面你是少了点默契 但是在专情方面 姐相信你是稀有品种 可是现在的我幸福得不得了 我发现我遗传了爹地的基因 原来我也可以讨女孩子欢心的 可能缺行一飞走 我的目标就会变得更多了 做个毫不负责任的花花公子 你疯了你 你知道你这是在玩火吗 你们女人就是不懂得珍惜 我对于南百方迁就 话来的是什么 是她的不屑一顾 你要我怎么做 我要让于南知道 她放走了一个宝 我要把过去的遗憾全部补回来 之前还说对于南一往情深 可是才刚刚受了打击 也就完全变得个人似的 幸好于南没嫁给你 不然的话她肯定会像妈咪一样 活会被你气死 我对她最好的反击 就是要活得比她更精彩 算了 算了 反正于南也不会稀罕你帮忙 你为什么不肯告诉我 你留住了肚子里的孩子 这是我个人隐私 不需要告诉你 这孩子我也有份 我有资格知道她的一切 我告诉你 我已经决定把孩子生下来 我会好好地抚养她长大 将来我不会告诉她谁是她爸爸 你这样子对我太不公平了 你能保证孩子将来 能够有健康快乐的生活吗 当初我告诉你我怀孕的时候 你是怎么对我的 你只是把我当成是一个玩偶 玩腻了就丢掉 你有关心过我吗 即使是现在 你放不下的 也只是这个跟你有血缘关系的孩子 我知道 我是不应该这样地对你 当初你怀孕的事被我太太知道后 我为了保住我和她之间的关系 我才让你堕胎 你倒是很诚实 你有想过我处境吗 我没想到你会坚持把孩子生下来 我想到她是我的亲生骨肉 我已经一把年纪了 我老婆随时都会和我离婚 我一想到你肯为我生孩子 我真的很感动 又惭愧 可可 你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保证 我会给你一个名分 你干嘛还要把我当成是傻瓜 我曾经是对你有幻想 可是现在 我已经对你绝望了 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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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心 这里露华 你小心我们的孩子 可可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现在这种老来得者的开心 你是不会明白的 我答应你 我会给你幸福 我照顾不了孩子 你说的当时很动听 要是以前的我 一定会被感动 可是现在 我已经清醒了 因为你开出的是一张 永远无法兑现的支票 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给你幸福的 那你老婆的幸福呢 你可以马上跟她离婚 然后娶我吗 对不起 对不起 今天晚上我不能跟你吃晚餐了 我不是要加班 我只是心里很烦 妈咪 你爹地呢 他在里面吗 他不在 本来十点钟有个会议 可是他都没出息 喂 对不起 我等一下再给你了 好不好 拜拜 妈咪 你在找什么 Lisa我问你 你又没有发觉你爹地 最近有什么不妥 没有啊 爹地很正常 还有妈咪 你又在乱想什么 我还以为我已经清除了所有障碍 原来是个即时炸弹 妈咪 你是不是听到什么风声 女儿 我告诉你 这世界上没有人可以相信的 丈夫会背叛你 连好朋友都会出卖你 你是不是跟菲菲阿姨闹翻了 我和她的事你就不要再多问了 我觉得你不应该怪菲菲阿姨的 做错事的人又不是她 是爹地自己在外面搞女人 搞到了别人的肚子 你到底想要跟我说些什么 其实菲菲阿姨很可怜的 她担心我们买上店铺不肯租给她 早上还来找过爹地呢 她来找你爹地干什么 保住查理山都是经营权 谁知道 爹地把所有的一切都推到你身上 她说店铺现在在你的名义下 要阿姨自己来求你 难道这死鬼 已经知道那女人肚子里的消息 Angel 老板娘 之前是我太冲动了 虽然你们都对我很好 虽然你们都对我很好 但我一直让你们失望 但是今天 我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要向你们说明 我已经答应余南了 会继续留在餐厅里工作 虽然我也不知道 查理山九 是不是能够继续营业下去 但我要你们知道 我会陪你们撑到最后一天 你的理想 不是要当大厨吗 如果你继续留在我们餐厅 那会不会妨碍到你将来的发展 其实我是被余南的真心所打动的 她跟我说 就算今天查理山九 真的停业了 就算她真的要去一个咖啡厅摆摊位 她也要从头开始 她真的这么跟你说 我太高兴了 你肯和小男同甘共苦 当初啊 你看现在是个外人 当年啊 我跟查理在一起的时候 也是从街头做起的 所以我常说啊 看人啊 不要看什么富贵啊贫穷啊 没用的 人品才是最重要 我只是在保护余南 老板娘 你曾经问过我 我能不能够给余南幸福 现在我很肯定地告诉你 我可以 不管今天查理山九的处境 会到什么样的地步 我都会陪你们 还是小男有本事 能够把你留住 这回啊 我要做主了 我要跟高明俊 重新定过一份合约 好吧 妈 去照你意思去做 好 当年啊 我跟查理在一起的时候 谁也不看好的啊 不过我看得出来 你看查理是一样的 一样的逞强 一样的有原则 只要你坚持到最后 幸福一定属于你的 吃饭了 好 好吃吗 嗯 还要什么 嗯 我们决定退出比赛 什么 你们要退出比赛 为什么呢 这几天我想得很清楚 我们的餐厅只剩下28天 就要结束了 所以参加这个比赛 根本没有意义啊 我已经跟于娜说过了 只有你们在这一次的比赛中 获胜的话 在任何地方 你们都可以东山再起 因为这个比赛 绝对可以打响你们的知名度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们餐厅的品牌好 可是 我也有我自己的私心 你有什么想法 说出来听听吧 餐厅如果被逼结束 也许是一件好事 我家婆年纪大了 我不想她再劳累 也应该让她想轻浮了 老许呢 该退休了 于南是女孩子 她根本当不了餐厅的大厨 至于高明俊 我不要影响她的前途 老的退休是对的 但是于南年纪轻轻的 肯拼又肯学 她还有大好的前途 于南是为了爱情 才对烹饪有兴趣的 我从来没有选过她会进厨房做菜 于南跟高明俊是不是在谈恋爱 他们两个离离合合 这才是我最担心的地方 高明俊虽然有才华 可是我总觉得他们两个根本就不适合在一起 我收于南做徒弟 是希望她做我的媳妇 那这样看来 我的愿望是落空了 我知道你关心我们 也很喜欢于南 要不然你也不会收她做徒弟 还送她这么贵重的礼物 于南很有烹饪的天分 我希望你为了她的前途 不要退出比赛 看来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组了 我看你不适当女强人 好好规划你的人生 就算你不开店 也同样可以享受到美味佳肴 莫盈啊 你找菲菲啊 应该请哪个电号过来啊 她刚刚出去了 既然她不在 我跟你说也一样 你们这间店到这月底逐约起码 我打算收回去 要收回啊 不是吧 莫盈啊 我们跟你近日无出 往日无约 你怎么可以狠下心来 说要收回就收回呢 那你不是让我们走投无路吗 再商年商我也不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 我现在事先通知你们 免得到时候事事非非扯不清 莫盈啊 我是看着你跟国董结婚啊 我们两家人相交了几十年 难道说你不当菲菲是你的好姐妹吗 这句话应该是我问她才是 算了 到这时候说什么也没用了 莫盈阿姨 是不是因为我和三门的事 你才会那么生气 我跟你道歉 是我配不上Simon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 我的儿子啊 还有一大把女朋友倒追呢 也不急着结婚 那到底是为了什么 你不让我们继续做下去 真的不明白 你们三个女人 为什么要赖在这餐厅不走 你那么年轻 应该出外赚钱养家 养你妈妈养你奶奶 就不用他们那么辛苦 还有你Angel 已经那么老了 还有糖尿病 为什么不好好在家养病 你怎么可以对Angel说这种话 就算你是屋主 你也不能这么嚣张吧 日子还没到 餐厅还是我们的 你是谁啊 你只是个伙计 你管得着我 我也是Charliss Angel的一份子 我们不欢迎你 你出去 好 那我就不等他了 你就把我的话 转告给他 这个女人 怎么变成这样啊 奶奶 你别那么激动 我先送奶奶回去休息吧 你知道我为什么把餐班送给云南吗 因为我曾经失去过 缅怀过 当机会再来的时候 我真的不知道 有没有勇气去接受他 不过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我们的认识也是一种缘分 妈咪你在家里啊 你怎么把奶奶送回来了 奶奶不舒服 所以我送她回来休息啊 你那里不舒服了吗 你拿着这个破款子干什么 这个是菜式送给云南的 我都没有好好看过 所以就拿出来看一下 回到清早就溜溜出去 跟别人约会还不够嘛 回到家里啊 还要念念不忘的 骂我 奶奶 怎么样 没来事了 妈咪 刚才你和师傅见面了 是 我本来是想告诉她 我们的餐厅要退出比赛 可是她一直鼓励我 叫我不要放弃 她一定会支持我们的 她还说什么 有没有提到我 有 她说她多希望你能成为她的儿媳妇 只可惜在你喜欢麦的时候 麦却爱上了Lisa 我现在是以事业为重 有刚明俊陪在我身边 我就心满意足了 是吗 那干嘛你还收人家那么贵重的礼物 害得奶奶一看到就生气 那个很贵重的礼物 是定情之物 是送给你的 如果你怕奶奶知道的话 那你就放在你的房间里吧 你胡说什么 那是她送给你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 干嘛要放在我房里 要不要听一听这个餐盘的故事 你听了之后一定会很感动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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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和佩柳一大堆工作真的是烦死的 老爸,你一定行的 对了,今天晚上吃什么 你今天晚上没约女朋友吗 Lisa,今天晚上刚好没空 我以为回家就有现成了 你是把你老爸我当是后备轮胎 不是,老爸 我知道你一定能变戏法的 冰箱那么多东西 你就随便做一做,我们简单吃也好 今天我不想下厨 我突然很想吃阿波罗餐厅那一道 烤三文鱼土豆腊,还有红酒会儿肝 不错,老爸 就是那家小时候你最爱带我去的 我想到那两道菜我口水都流出来了 那你先过去 我整理好资料之后,就过去找你 你为什么现在不要跟我一起去 你没看到我在忙吗 而且现在定位来不及了 还好餐厅经理跟我有交情 我等一下会打个电话给他,说我们会过去 你过去,先喝一杯餐前酒 我七点准时到 老爸,除了我们父子俩 你还约了别人吗? 就定两个位 你真的不会是约不到菲菲阿姨 要找我来做替补吧 我不像你这么坏,把我当后背轮胎 你绝对是主角 快去换衣服 好吧 怎么这么晚还没下班啊 爹地,你终于回来了 你有事找我啊 我有事情要跟你说 进来办公室再说吧 我的宝贝 有什么事要和我说 爹地,你要有心理准备哦 你不要吓我 你是不是和麦赏定结婚了 不是啦,你想到哪里去了 麦还没向我求婚 实际上,我也不会偷偷默默去嫁人的 我只是希望 你能帮我达成一个心愿 从小到大 有什么事情我没答应过你的,你说 虽然我的生日还没到 可是我可不可以提前要求一个生日欲望 好啦,好啦,不要拐弯抹角 有话直说 我的愿望很简单 就是要一份Charlie Sandra三年的租约 你怎么会有这个愿望 是不是有人要你这么做 是今天早上我看到菲菲阿姨来求你 我觉得我们做人不能那么绝情 这件事情我真的无能为力了 爹地,我跟云南从小玩到大 她以前也帮我解决很多问题 现在她家餐厅面临危机 我怎么可能秀所旁观呢 只要让他们再住三年就行了,好不好 我这个女儿啊,太善良了 如果找一个礼拜前,我还能够答应你 不过现在,我真的无能为力了 为什么,你不是跟妈咪和好了吗 你要回一家之主的大权 只要你跟妈咪下达命令,她一定会依你的 也不是说做不到,只不过要再跟你妈咪翻脸 值得吗? 今天,妈咪来过公司,开始查你的行踪 我还帮你说了好话呢 如果我愿意帮你想办法解决 你也要答应我,帮我一个忙 好啊,没问题,你说什么我都答应 妈咪,我回来了 云南 怎么几日找我啊 这衣服,好看吗 这是做什么的,不那么少又那么短 猜师打电话给我说要带你去阿波罗餐厅吃晚餐 带我?有没有听错啊 可能她是在说要带你去吃饭 人家可是别有用心啊 她说要下一个比赛对手是阿波罗餐厅 所谓的知己知彼百战百世,明白吗 原来是这样,师父要我夜叹敌情 好,快去试吧 我不要,这个太傻了 我不要了,我选我自己的衣服了 谢谢 喂,Lisa 喂,Mike 你在哪里 我在餐厅等人 你约了谁吃晚餐 我刚到餐厅才坐下来而已啊 怎么了 没什么 我本来不想要吃饭的 可是现在我跟爹地谈妥了 他现在跟妈咪两个人都不在家 我能不能过来找你一起吃晚餐 应该可以的,不过 不过什么 你是不是不想要我来 你到底跟谁在一起 为什么说话吞吞吐吐的 我在阿波罗餐厅 是我老爸订的位置 可是他人还没到 如果你不介意跟他吃饭的话 你就过来吧 原来是这样 可是人家也很想念那家餐厅的小羊排 那你就过来吧 反正我老爸也不会吃了你啊 那好啊 我现在马上上去换衣服 好吗 好正典的一个女生哦 秦婚小姐 方婷贵姓啊 是我的余楠耶 余楠 你今天打扮得这么漂亮要干嘛 等一下 余楠 你给我说清楚 你今天打扮得这么漂亮 是要跟谁约回去啊 他是谁 叫什么名字 住哪里 他父母亲昨天晚上吃什么 他是我师父 他约我去阿波勒吃饭 其实我是想要把机会让给你的 为什么 因为阿波勒的档次比我们高很多啊 如果你去的话 你肯定会有很多灵感的 那好啊 他就只有约你嘛 约你而已啊 又没有约人家啊 我一个人在这边OK了 师父约我去那里吃饭 是因为下个星期 他们是我们的竞争对手 停在那里 你师父他是个美食家 又是这一次比赛的评审 你们两个这样大啦啦的出去 会不会太招摇啦 不会啊 师父肯定是跟那个餐厅很熟 重要的是 他们不知道我是谁啊 但你跟别的男人 出去共度浪漫的烛光晚餐 你留我一个人 在这空荡荡的餐厅里面 你都不会舍不得哦 他是我师父 你吃什么醋啦 对啦 我就是在吃醋啦 我就是在想啊 你今天打扮得这么漂亮 我从来都没有看过啊 可是你却要跟别的男人 去吃烛光晚餐 我都不知道下一次 要等到什么时候 你才会打扮得这么漂亮 然后只跟我去吃晚餐 就是因为今天有特别的打扮 才会特意过来给你看的嘛 好啦 不开玩笑的啦 记住哦 知己知彼才会百战百胜哦 一定要把那个美味的回忆啊 带回来给我知道 嗯 那我走啦 那我走了 小姐 请问你有定位吗 是蔡先生定的位 哦 这边请 谢谢 谢谢 怎么会是你啊 妈咪跟我说师傅约我来这里啊 师傅呢 怎么会这样呢 你先坐下来吧 不好意思 我接个电话 喂 老爸 你怎么还没到 你不能过来啦 原来这样啊 那我知道了 他已经到了 好吧 师傅说什么 真是莫名其妙 我老爸说 今次早要去喝酒 所以不能过来 要我陪你吃饭 顺便结战了 那怎么好意思呢 要你破费 他连菜都点好了 说这餐对你是意义非凡的 嗯 师傅请我来这里 是有用意的 所以这餐应该由我来请 干杯 干杯 来 用真心来做秘方 信念来作强 用红尘的晚餐 也抵不过你煮的热汤 用体谅把爱抱怀 对笑让它成长 原来很多的事情 一向上简单 幸福一生谁不曾稀里糊涂 转错太多晚 忘了沟通才是让彼此更相爱的土壤 我们都太习惯在别人身上 寻找着答案 才发现幸福一直都在自己的手上 永远发光